在关心高雄气暴的影响 民众就发现了 这个台北市内湖区也盖了不少的大型瓦斯除气槽 而且房价落差也很大 像是最近第一排的房子 每平开价是五字头 但是一样的房子隔了一点 却来到了七字头 价差可以说差了三成 根据调查如果住宅旁出现萌阿波或殡仪馆 房价别最凶 来到内湖住宅旁就是瓦斯除气槽 第一排的房价是来到五字头 但是距离比较远 第二排开价七字头 内湖高级住宅竟然存在一个超大隐形危机 三颗瓦斯除气槽就在住宅边 距离不到50公尺 高雄气暴事件让周边民众绷紧神经 像有的房子要卖 都讲好了 人家一上去一看到 不买 瓦斯槽就在隔壁 房价当然起不来 距离越近 房价跌越凶 价差近三成 如果像是除气槽这样子 一旦如果发生任何公安问题的话 它可能方圆几公里之内的 都会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 也增加居民在购物的时候 对于这方面的闲物设施 会更加提高警觉 风水宅 台湾人更忌讳 住宅附近如果有殡仪馆公墓 恐怕房价落差大 像是北市松山区第一殡仪馆 正对面第一排 面坪开价50万 但巷弄里 一样屋龄房型 一坪来到60万 价差近两成 直接面临殡仪馆 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个 比较吵闹 或者是在风水上面的担忧 所以房价可能可以到五字头 所以它中间的价差 可能到一到两成 房市气氛低迷 不过近期市场出现 开发商打出买地送屋 拼买器 只要购入一单位 约800平地就送房 但经过了解 买地送屋实在差很大 买的不仅是农地 送的房屋 也只是货柜屋 看来民众买房 还要多注意 才不会受骗上当 变肥羊 东台新闻 综合报道